大家好 今天是1月20日 星期五是農曆新年前最后一个交易店 股市表面仍然平平稳稳 形态有少少是肉市顶的格局 先看看它的指数 恒指早市先高162点至21812 之后曾经有少少买盘出现 从而将市推升到21,903点 这一分钟相对昨天收市升到253点 亦距离1月份高位21,947点 是很近但没有穿定 其后有些趁高回吐的沽压出来 令市况稍微反复 一度低断21,787点 而事实上大部分时间的指数 都是在21,800左右在徘徊 而整日的市况暂时 都是在农历新年大价将智的气氛下进行 简单说 投资者入市的意欲都已经不高 所以交投方面是比较削弱 唯独市股份大部分 都是有些维稳的买本在主导 所以看到市况 都是相对比较平稳的 一月份的市况 但暂时来说 当然是先低后高 指数仍然是由305的低位 19,303点 升到16日暂时高位21,947点 单月波幅已经升了2644点 老实说不算少了 问题是指数一直是咬着高台 整个形态来看 升势好像是有如未尽 从记者上来说 由于恒指仍然走在所有平均移动线上 换句话来说 在技术上是属于一个肉舌顶架构 而这么多移动线 最高就是十天线 大概在21,580左右的水平 简单说 指数一日仍然在十天线流上 但技术上仍然有机会进一步向上推升 只不过农历新年快到 所以比较明快的部分 我想都要过了年后 去到初五福市 我们才能见到 市场都有些隐忧 就是担心美股 因为杜瓶斯指数过去三天 已经连续急跌 纳指亦连跌两天 技术上、形态上 都有少少逐步转弱的感觉 下周一、下周二、三 港股就没事 如果外围的市况 真的有进一步不明或反复 多多少少都会影响到 市场的投资气氛 虽然港股的走势 暂时来说 都是远胜于美股 最低限度行征市场 都是咬着高代 走在所有平均移动线上 但是技术上、形态上 在气氛比较保守之下 暂时来说 亦都不能够看得太进取 我亦都补充一句 整个升浪 由10月31日到现在 已经升了7,350点 不算少 所以高台就算有少少消化和整固 都是很正常 问题就是 你一日未正式跌穿十天线 我就觉得仍然属于紧购高台的急割 但一旦十天线正式有失 或者正式失去支持连续两日 大家就要神旺 市会有明显的回调 暂时的看法 都是在稳中略大保守 没办法 升幅有一个衍生工具 和大家分享 今天讲的是 3690美团的call 2244 行使的是210元2毛 到期日是今年的6月 实际的call 3毛 大概5.5倍 美团的股价 如果是165元 2244的call 2 大概是9个先 如果美团股价能升上175元 224的call 2 应该有机会见到1毫1,700 潜在升幅 大概是30% 都不知了 如果美团股价受压 不如跌回到160 2244的call 2 亦有机会见到7,100 前作跌幅大概是21.1% 相关资料是由升至提供 大家如果想知道 美团的call 2244的call 2 街货和条款是如何 点击到升至网站 就看得很清楚 准备到15可以 中文说 денег 再继续 再继续 month 咱们 后 准备到一项 孟派 attendant 等等 小